我们是卖毛豆腐的猪瓣 卖毛豆腐的这个品货 你见到这个猪瓣散了 哦是卖毛豆腐的人 大家都围着人吃了 大家好我是永哥 我现在是在安徽黄山的色县 这边叫大美口村 现在我们去找一个八十几岁的大爷 做这个当地特色美食 听说还上过央视 是当地的这个不幼稚文化遗产 大哥我打听一下 听说有一个八十几岁大爷 做毛豆腐的在哪里 您知道吗 就在上面是吗 我带你去 就在前面是吧 哦谢谢您谢谢您 就在上面一点点 麻烦您了 就在这里下去 哦这边有个小路下去 哦就这边啊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啊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 哎哎哎 带您做这个叫毛豆腐是吧 嗯我们灰色的特产 哦咱灰色的特产 哦毛豆腐 灰色人最喜欢吃 是 哦我看您这上面还是放了辣椒是吧 嗯啊 啊 葱花 撒上葱花 啊 您做这个毛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我做了一辈子了 做一辈子了 啊 那您今天高兽了 今年八十二 我问这手全的 做了第五代了 第四代了 您是第四代 啊 从竹部就开始了 现在 灰色的毛豆腐特别多 很多地方都有 那您这个毛豆腐啊 现在是怎么卖的呢 一块捡一块 我们跟城里一样的 城里也是一块捡一块 城里也卖一块 嗯 还是个小柴火罩在下面 嗯 嗯 我们来看看大爷烧的这个柴火啊 嗯 这个都是小竹子吗 我看 嗯 哦 带这一锅啊 要煎多长时间 十分钟了 十分钟就好了 嗯 啊 嗯 十分钟就好了 您这个毛豆腐啊 是自家加工的 还是买的 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公司自己做 带咱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属于 晚南的一个山区吧 晚南山区 啊 黄山市 黄山市 晚南山区 我们看看大爷住的这个地方 你看 这就是典型的晚南农村那种风景 非常的漂亮 灰派的建筑 大爷正常他都是不出摊的就在家门口来做这个毛豆腐 有很多人啊都慕名过来吃这个毛豆腐了 我听您这个普通话说的很好哎 我在建林读书里 活培师班大学 啊您考上活培师班大学了 那您还是个老大学生哦 啊 那个时候身体不好啊 啊 怪不得看您普通话说的这么好 普通话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之前的话跟普通话差不多 啊 有点接近 啊 有点接近 啊 哦 没的已经开始 这个就可以吃了哈 这个毛豆腐啊是围着这个锅吃是最有感觉的 这个有风味的啊 在管制小酒喝喝了哈 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感觉最好的 还让毛豆腐不明了 很出名哈 啊 啊 吃毛豆腐就是围着锅吃最有感觉 有的老大的感觉小酒 慢慢聊慢慢吃啊 这个太有感觉了 说明小吃呗啊 我们这么大 这还今天本事啊 现在不出去啊 搞不出去啊 年纪大了 都是这个肠肺的啊 哎 就这样了 哦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太好 小姑娘 他这个毛豆腐好不好吃啊 嗯 好吃 我看你刚刚里面放了好像很多辣椒酱哈 啊 因为我觉得太淡了 我就辣的好吃 哦 喜欢吃辣的 嗯 我吃了吃了好多了 吃了好好几碗了 您这个毛豆腐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呢 不一定的 啊 啊 我以前做不了一点 啊 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啊 啊 现在可以做多做一点的 啊 做多了卖不掉就不行啊 啊 今天做多一点 人家来的也不吃啊 哎 那 原来的没有 没有豆腐人家白跑啊 大姐他家这个毛豆腐味道怎么样 饼瓜瓜 饼瓜瓜好 哦 他从十八九岁就开始做 哎 这是我们老汇州的 拿船呢 第一代这个做毛豆腐的 嗯 这个相当于这个 船成人了 哎 船成人 哎 哦 不错 这个毛豆腐相当好吃 哎 挺不错 我们一直赶到这里 我特别的赶到这里了 啊 你们是哪里人 我现成的 这是大姐买带回家签的 哎 带回家签的 这个什么的带回家不好吃 这个叫趁热吃哈 趁热吃 我看这鸡啊 哎 我知道有个大鸡 两天有吧 哎 我说换带不大鸡啊 带回来啊 这是过去带来 打开 这锅来看好了 哦 漂亮 你 你好 你看 羊鸡 你看 你 你 再做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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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不跟奶奶不跟这 哈哈哈 大家我看你买了不少带回家吗 好吃啊 都买一遍 那都带回到这边来 带上来啊 啊 大爷这个倒油的竹筒也有感觉哈 啊 四十块二十元 墨 你不过他 考古 有墨啊 有墨 墨 墨 就不考古 好 一捧 再特别 坏了几个了哈 现在换这个新的 啊 啊 呀 这次反正 自己做的炉子啊 这个要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já 啊 啊 這還要撒著雞蛋放在 撒個雞蛋好深一點 放不點辣醬 這個就可以吃了嗎大爺啊 啊現在就可以吃了 我看那個雞蛋好像還沒冰起來嗎 啊 這毛豆煎出來看特別漂亮 哎非常的誘人 哎就在這個鍋裡面直接夾著吃哈 啊好好好我來我來嚐嚐 但是接下來還沒有 最近幾個月上我沒有 哪裡能 opinion 好 非常嫩這個裡面 那我不特別特別嫩 啊吃起來呢就有點像那個 撤豆的味道啊 嗯 嗯 好吃 它这个毛豆腐啊 自己的整体感觉啊 味道有点像车豆腐 但是呢 吃起来比那个车豆腐嫩 太香了 有点烫 有点烫 再给那个 我们给来包饭 嗯 外皮啊非常焦脆 里面啊就跟那个老花那种感觉 嗯 喝一口 哎 你等你来那些博物 再说 哇 这个太好吃了 哇 这个太好吃了 哎 大哥 哇 哇 他妈的月 嗯 这个安徽的特色名吃啊 这个毛豆腐啊 果然名目虚传 非常好吃 晚安徽的 晚北没有 哦 晚北没有 晚北没有 这个就是晚南的特色 就是晚南的 哦 这里面还煎了一个鸡蛋在里面 嗯 一点不夸张的说啊 像这个毛豆腐啊 我一个人最少吃20块 特别棒 吃这个毛豆腐来瓶啤酒哈 哎 他家这个毛豆腐味道怎么样 啊 我每次弄过都要吃 大哥这边点了有20块哈 啊 你正常一次能吃多少块呢 那不一定的 这点吃了但还不够 但还要高一点 我觉得这个炉子吃这个是最有感觉的啊 对那是 很香 第一次啊吃这个小吃这么吃的 嗯 感觉这么做 嗯 感觉这么做 嗯 我们的这个大厂从屠宰出锅 一共不到6个小时 一天正常市卖一顿多 去年春节的前一天最高卖到了2个小时 29万一天卖29万 对我相信今年肯定还会更高 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把肠子里面的把拔给洗干净 我们用的是管道是冲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的话洗的会比较干净一点 那这个油都要一根一根的全部把它拔掉哈 对油的话我们用剪刀直接剪 这是拉的第一车我们大概要拉三车 这一车拉的有多少呢 这一车拉了一吨不到 你这个我看有的是包装好的有是没包装的哈 对现在这个的话就是卤第一锅包装好的那个要等到 这个卤好了以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再用 咱这边总共是有多少个锅啊 我们这里一共是八个锅 现在是要焯水哈 对八个锅同时焯 然后我们每个桶上面都有计时器 这个一百斤其实还是挺沉的 两个人他有点费劲了哈 对 这个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呢 这个焯水是废水啊 废水的话要焯两分钟 这个环节的话是相当比较关键的 不然有很大的一个蛛食味 我们这个肥肠一个好的是什么 从屠宰厂到这里呢 总共也就半个多小时就到我们这里了 其实我们到的时候我们的肠子还有一点热气的 全部是新鲜的 对 因为我们那个自己包的那个屠宰厂 那这个肥肠啊咱回来以后就不需要再清洗了哈 对在屠宰厂的话我们已经把那个把它洗干净了 然后翻过来 我们翻过来用管道式冲洗 然后把里面的油也已经剪掉了 你们看过这种场景吗 八个锅一起在焯肥肠 这个焯水的时候已经有七成了啊 奢称七成了 所以市面上为什么肥肠会这么贵 这个就焯好了 对做这个大肠其实还是一个体力活 现在焯好水的时候要把它清洗一下哈 对因为焯好水的时候泡沫比较多 抚沫比较多 现在把它清洗一下 这一桶要装多少呢 这一个桶的话 一千斤左右吧可以放下 这个是要抄第二次了哈 啊是的 第二能 对 咱今天总共要煮多少呢 今天还是一吨多一点 今天礼拜四嘛 正常礼拜六礼拜天的话是两吨左右 这个大肠好吃不好吃 油去的干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点 油多了可能吃起来就比较利一点哈 对会有一种脏臭味 现在就是猪大肠有些是黑肠 我们就把它剪掉不要了 这个拿回去吃起来口感不好 这个冰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是做预冷 因为刚刚焯水的时候肠子很烫嘛 所以我们给它降降温 哇 现在就是拿过来给它冰镇一下 对冰镇一下 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肥肠鲁制现场 我看这一锅好像都是大肠头哈 对 大肠头跟那个大肠是不是一个价的 也是一个价 反正我们自己包的涂在场就是 枕头猪杀完的肠子都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没有说肠头贵一点 一般很多地方肠头会贵一点 这个吃起来肉比较厚实 但说实话我自己还喜欢吃大肠 这个太厚了 肉多 对 剪短了以后啊 炉起来到时候我们捞起来也方便 到时候给客户撑的时候 它也方便一点 现在我们已经要开始进行卤了 每一框都已经称重好了的 我们现在放的是这个料酒啊去腥的 这个一锅刚好就是倒着一小盆哈 对 大概五斤左右 每锅加十斤水 这个都是有比例的 对全部都有比例的 这个都是配好的料哈 对 一桶的话就是这样一盆 这两个锅专门就是卤肠头用的 那那个锅的又是卤大肠 这个师傅是专门负责配料的哈 对 他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神秘啊 除了我那大哥和他的话 事实上我第三个人掌握这个核心技术 我看咱这里面好像也是放了辣椒的 对 应该卤出来也是带一点辣口的 一点点吧 主要是去腥 辣味的话不是很重 主要还是以五香味为主 对 我们现在在沿海城市嘛 这个辣的这边也几乎吃的人比较少 不怎么爱吃辣的 对 那这个下锅以后要卤多长时间呢 45分钟左右 45分钟 对 这个10分钟搅一下 这样味道会均匀一点 每隔10分钟要搅一次 对 这边又来一车哈 嗯 这第二车 第二车就是一点多嘛 白天他们要睡觉的 对 都是晚上工作非常辛苦 我最早也不是一来做非常 十几岁的时候就叛逆 这个读书也读不好就 找我哥借了500块钱出来打工了 啊 那个时候其实全家都看不起我 整个亲戚啊家族里都是感觉 我是一个未来没有什么 成不了大气的人 去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对自己这个 暗中心里发誓 一定要在外面混出一个名堂 干出一番事业再回家 不然我就不回家 21岁的时候就跟现在这个大哥 结实了后他卤肥肠我来卖 那个时候推个小三轮 从以前的二三十斤到现在的话 一天也有一吨多 生意好的时候两三吨也有 二十三岁左右 小有成绩的时候买了辆宝马 然后在家里买一套房子 就回去过了第一个年 所以男人有时候还活的是一口气 如果你没太大的成就 一定没有人逼你一把 其实我们也很苦的 在外面就抽个20来块钱的 但我们回家 就一定要抽个100来块钱的 对吧 这种面子其实有时候有个好处 就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努力的奋斗 我肯定不是这家 我是四川人 你是四川人 穿娃子 很多人说我们啪耳朵 我认为啪耳朵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更好的 更大的一个智慧的 咱啪耳朵四川话啪耳朵 实际上就是怕老婆的意思是吧 其实是尊重老婆 听老婆的话 现在就出锅了哈 对现在开始出锅 这个颜色还是非常漂亮 像这个100斤生肠啊 现在煮完了大概有多少呢 说秤的话 现在只有30多 100斤只有30多斤 从生肠到那个鲁熟 就是三成三成3.5的一个出售率 所以大家买大肠才知道这么贵吗 主要是太重了是吧 第一批出锅我们就准备去门市那边 您好 这个煮肥肠的卤还倒进去 对再泡一下 咱这个卤啊是老卤还是新卤的 我们这个不是老卤 我们这是一锅一卤 其实这样子的话它更好标准化 有些产品是不适合老卤的 比方说这个大肠 它卤久了的话 那个一锅就味道就很大 我们的这个大肠从屠宰出锅 一共不到六个小时 一天正常市卖一吨多 去年春节的前一天最高卖到了29万 一天卖29万 对我相信今年肯定还会更高 它这个卖肥肠的唐维亚 是在一个菜场的门口 位置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是凌晨的五点 看这个菜场里面啊 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这个是55一斤 55 对 这五年来一直都没变过 你这个价格便宜 对 包括长头大厂都是一个价 咱这个肥肠 我看好像都没切吧 我们的肥肠不切 因为太忙了 你看这也没时间切 你这边也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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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来看一下 537 帅哥我看你挑的这个都是肥肠头哈 啊 他家这个肥肠味道怎么样 可以啊 啊 啊 今天还来买哈 啊 我们刚刚一倒下来 这还不到五分钟时间吗 啊 差不多你看这一锅跟这一锅已经 少了一半了 这边卖的差不多了 那边又送过来了啊 每天这个时候就跟打仗一样 像这样卖肥肠的场景 我还真第一次见 算算不算一个大厂面 大厂面 今天没十斤嘛 十斤 十斤 啊 他家这个肥肠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 吃了很多年了 今天家里来的朋友 然后我们今天要带几斤走 啊 就给朋友再带点走 我们稍微一盆这个七八两一斤差不多 啊 多少钱 五百五斤 十五斤十五斤三两 旁边哪里吃 这么多盆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卖完了 对这边差不多卖完了 那边就差不多过来了 你这哪叫卖肥肠啊 你这不叫抢肥肠吗 对啊 要是个子比较小的话 一般还挤不进来的 这两千两千两千啊 对哦 这大哥一下子买了两千二百块钱 这早上还好 特别下午的时候更更忙 啊下午拉过来 还没等你到呢 别都给你抢了 你不卖吧也不行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老客户订的 等一下我们就给他送过去 今天提前订已经订了六百多斤了 吃了五年一直都吃不力 你也喜欢吃哈 因为喜欢 所以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吗 对吧 这个就是温岭啊最牛的卤肥肠 他家这个卤肥肠啊 也是我见过规模最大的一家 卤肥肠和那个肠头都是统一的 五十五块钱一斤 他这个肥肠啊和我们以前经常吃的北方的那种卤肥肠啊 味道还是有点区别的 我们正常以前吃的肥肠呢 他那种香料味啊还是比较重的 但他这个吃起来呢就没有什么过重的香料味 非常清爽 南方人吃东西的口味呢 它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他这个肥肠啊也是相对比较清淡一点的 他这个肥肠啊是完全吃不到那种脏气味的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这个在独栽场里面前期处理的有关系 非常干净 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QQ弹弹的感觉 我刚刚听老板讲啊说他家这个肥肠啊 每天正常都要卖到一吨以上 然后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甚至于可以做到三四吨四五吨 这个销量啊是非常惊人的 这个是要给他美美容哈 他人家都喝了呀 他反正是他漂亮 还有烟花吃烟花美 哦 餐完就漂亮了 嗯 谢谢 咱们房市冬天来房市天半个月的美食 我自己要十个 我每次来家都要东西 我不是他 我家在家我都带外面 我一般都要八个十个 八个十个啊 我一般都 摆这么多回去怎么吃啊 哄人啊 一般都是结婚女班 敲签行举 还有邹章一几的一般都 行女学一般都去 偷一场殷勤都去 啊 行女学一般都去 看老张来一次去 要带这个饼是吧 对对对 这我们有个四年 四年六十年转不好啊 他转不圆的 他做起来 他就不那么好看 也不那么好吃 这个饼是 这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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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饼 一个饼 两三点钟就开始起来 对不对 干饼 到晚哈 干到天黑 大哥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那你现在多大了 五十六了 也是老手艺了哈 哎这都全都 现在年轻一幕就想干啥的了 太辛苦了哈 太辛苦了哈 太辛苦了 他不可以上个班了 您这个程序是干嘛的呢 增加他的手艺呢 要不为他手艺不好 起了以后 也得有点结束的 我看你这个盖子头 也比较特殊哈 这个你要不一样 石头啊 他撒起 锅盖吧 这都是 是高粱 开到的 啊 它是天锅盖的嘛 他 露水 流饼去了 十五了房间的 那是七十三十度吧 太压了 嗯 这时候也夏天呢 就灰身 都流水 那现在咱这个要等多长时间才来出波呢 一个半小时 要一个半小时 哎 三十年短 我看这个品种好像不太一样 哎 这是波的 别的地方都有 唯独厚的 别的地方没有 我感觉这个薄的是不是会太硬了一点 硬 对 压口好的 行压口 是 是 乐鸡分量 哦 乐鸡分量 有黑了吧 乐鸡吧 嗯 这个上东莹一个可护药的 药多少 有十个 二块鸡肥都比大鸡肥 嗯 那个是上山西化的 山西是一个大饭店 嗯 是要的 明白这个自己吃的还送人的 我送老丈人的 哦送老丈人的 啊 这边是你们这个风俗哈 好 来 这一次呢要多多面 我一袋的面 六个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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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的他收不下过来 呃 年也大的他干不了 这个饼 这个饼饼就大了 可以吃 黑肥饼 出了 这块饼啊正常是多多呢 这四十斤 十四斤 哎 出来是十二斤 那每块都要吃一下 哎 黑的茶了有没有人要的 有的叫人家 咱叫黑肥饼 有的叫人家 买了吃了羊味 好 肚子不好 可以买的吃了就好了 小姑 小厨都可以 哦这个就要翻面了哈 哎 大经理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我通宵就做大兵 但是我家一多吃了 我爹就是做大兵的 今年九十了 哎 那时候也没有钱 上学 那个爹说 别上学了 上学也不重要 那只要苦吃就行了 小女孩 该做大兵吧 我说 今时该不吃也不干 一觉做大兵 我就 跑了 我又不干这房子 先累哈 太累了 现在 小孩上大学 他人家也没有文化上学 那个 挣钱也不容易 但是上大学 小的还有一点个都得花钱 这个能挣钱 反正是永远在家里 啊 就做大兵了 你别看着做这个大兵 出来的 他别 打工 那个挣钱的 一天给他 两天公布 三天公布 反正这一天 反正是这不是 四个路 一天做百十个 百十个 嗯 百天我只要四个路都开了 他就一天地都会变了 别人 啊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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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 好 有多少 有多少 有了 有了 好了 好 哦 您是从外里过来的哈 哦 您是从外里过来的哈 管家哈 管家以后就买那么多 管家就买大的了 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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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的小一点 哦 就认他家哈 对 就认他家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就是 举兰的非物质文化遺产 大锅饼 这一个饼啊 十二斤重 漂亮的 它这个大饼 这么厚 这里面啊 是这个面啊 看起来是非常有劲道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外皮啊 它被烤得很焦 吃起来就是那种硬硬的感觉 不是那种太酥脆的 它这个里面啊 这个面啊 都是做成一层一层的 非常有劲道 而且明显能吃出那种老面头的那种香味